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瑞士信贷和经济通合作推出的全新节目《陶关天下》 我是经济通的余景阿金 节目的主角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月系信贷大中华区私人银行副主席陶东博士 陶伯你好 余景你好 我们知道你在经济通写了很多年的专栏 那从今天开始的《陶关天下》中 你会以出境的方式分享对全球财经的观察和思考 也会前瞻未来市场焦点 事不宜遲 我们先来回顾最新的市场热点新闻 好的 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按年增3.1% 录1992年7月以来最高 3月住房价格则按年增13.9% 同创2005年以来最大涨幅 多位联储官员重申 物价上涨只是暂时现象 美会指数一度失守90 黄金触及逼4个月高位 人民币气势如虹 离岸价对美元率先突破6.4关口 之后连下几成 高见6.3588 带动在岸价同路预三连高位 上证指数四年升起上3600点 陆股通单日创下217亿元的北向净买入记录 中国政府出手打击虚理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香港一里规管虚理资产交易 只供专业投资者参与 比特币大幅震荡 价格一度较记录高位腰斩 低见3万1千美元 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第三周 为大中商品涨势降温 要求做好原物料保供稳价 发纲委强调 对垄断 哄抬价格和囤级居旗等行为 零容忍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上任后首份预算案 寻求2022财年开支规模6万亿美元 刷新二战后新高 年度赤字占GDP比重达7.8% 为应付巨额开支 企业税率理由21%增加至28%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为拜登上任后首次 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纪检结果 6月7日起纳入比亚迪 必贵员服务 信以光能 成份股种数将增至58支 港交所新任行政总裁欧冠生正式履新 指香港在中国金融开放扮演重要角色 汇丰银行宣布退出美国大众市场零售银行业务 包括出售90间分行 汇控行政总裁齐耀联发表股东周年大会声明表示 恢复派息对集团非常重要 在港股价创下新高 上周的市场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人民币 A股 黄金 原油 春风满面 比特币就黯然升上 那么淘博 人民币升值话题的热度突然重燃至近十年最高 对美元汇率连破几个关口 大家都好奇你怎么看人民币未来的走势 我觉得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 那么人民币中期升值的基本面因素已经形成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出现大量的下降 但是实际上尽管出现了贸易战尽管出现了疫情 但是呢 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在上升 现在随着印度越南疫情的反复 大量的出口订单飞单来了中国 那么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全世界最好的 除了这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已经威胁到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 遏制输入型通货膨胀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汇率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里面 极其重要的工具之一 2019年8月人民币突然破七 你当时的解读是中国想表达对特朗普贸易单边主义的不满 那么这一波超预期升值跟联储大防水 拜登大派遣似乎也有关系 在汇率政策上好像中美也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是 美国呢 这次进行了大规模的QE政策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在疫情期间 也的确放了不少的水 但是到了去年的下半年 就开始回收流动性 到了今年的三月份呢 我认为彻底摆脱了危机应对模式 那么中美在政策上面的分道扬镳 一定会反映在汇率上面 我觉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很高 我们的预测呢 十二个月人民币离岸汇率的话呢 对美元可能见六 那么这种升值趋势 利好人民币资产 是的 刚刚过去的一周 我们看到外资是大局的北向流入A股 如果升值持续 那这个对资产价格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人民币汇率升值 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流入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利好人民币资产的 那么我个人对A股是看好的 短期来讲 中期来讲呢 印钱一定意味着资产的升值 因为更多的钱去追逐有限的资产 但是这一次呢 和2008年相反 2008年如果你看的话 是中国人民银行印的钱最多 那么中国的上一轮的房价的上涨 也是在全世界来讲极其罕见的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印的钱多 那么我认为中期来看 美元资产的价格上涨 应该会快过人民币资产的价格上涨 长远来讲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印钱来维持 长期的持续的繁荣 而且一定会有大量的后遗症出现 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干的事情是 尽快地摆脱危机应对状态 把精力放到经济转型 科技创新上去 我认为这个策略长远来讲 是好事情 过去两个月以离岸假计 人民币升了大约3.5% 原来另一个会比升值更厉害的是欧元 幅度接近5% 但欧洲央行看起来似乎很难受 其实欧元对美元的升值要比人民币升得更早 因为市场预期欧洲央行也会做出一些退出QE的步骤 那么以德国国债为首的许多欧洲的国债利率 都出现了上涨 但这件事情让欧洲央行非常的头疼 是的 欧洲的经济复苏前景远不如美国 疫情也反反复复 就业恢复也很不理想 另一方面欧洲通胀虽然有反弹 但距离央行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所以欧洲央行高官连发出来好话 表明没有退出宽松的意向 所以欧洲央行6月10号的例会就非常的重要了 它需要改变市场对于欧元升值和欧洲利率上涨的预期 这件事情它做得到做不到 不知道 可能作用非常有限 但它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欧洲央行行长纳迦德估计会以十分鸽派的姿态出现在记者会上 名言欧洲的情况和美国不同 另外虽然现在欧洲央行买债根本没有买足 提高上限的实际意义不大 但他仍可能宣布进一步买债的上限 但重点是表态和象征意义 可能对欧元美元的汇率走势有影响 陶伯我们刚才讲了人民币欧元 现在再换一个话题 拜登政府刚刚公布了上任后首份预算案 寻求2022财联开支规模6万亿美元 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每年都超过1.3万亿美元 到2031年联邦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17% 甚至高过二战时果然僵尸脑的那 陶伯你怎么看拜登方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这个绝对是大手笔 但是市场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 慢慢地消化了 所以如果要从资产价格上来看 反应不大 我估计这个计划会缩水 以目前拜登摆出来的架势看 共和党议员全体反对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那么它需要依靠民主党国会议员 来支持这一份预算案 在参议员更是一票不能少 但是另外一方面 由于经济已经在大幅度复苏 通货膨胀是一个担心 所以温和派的民主党议员 未必会全方位的无保留支持拜登的计划 那么缩一点水我觉得会发生 但是这依然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放水 大花钱 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28% 公司税从21%上调到28%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财政措施 不是小事 那么我们相信 今年美国GDP增长会超过7% 巨额的刺激措施 究竟会对于美国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过去一年 由于大家都出不去了 所以美国积聚下来了 5.4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 在未来的12月会一次性的释放出来 那么这个是爆炸性的 这么大的购买力迸发出来 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固人难的现象 一下子请不到这么多人 而且经济中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平静现象 比如说去年的一手车的生产 和供应都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到今年二手车供应量就不足 而需求一下子拉上去 那么你在这上面再砸更多的支票给消费者 供应跟不上的话 这个可能拉动通货膨胀的能力 要大过拉动GDP的能力 是的 美国的通胀压力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加上联储的隔夜力回购 接连创新高 融制市场流动性泛滥 那它会不会很快收水和加息呢 美国四月份的核心CPE通货膨胀呢 已经达到了3.1% 那么这个是近三十年来最高的 我估计还得涨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已经不仅仅是过动性的通货膨胀 工资是一个源头 实际上工资通胀是万物通胀之母 这个涨了 其他都得跟着涨 还有能源通胀 进口通胀 这些都会对美国经济和联储政策 带来重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市场究竟有多少的影响 这个取决于联储会怎么应对 那么我觉得呢 鲍威尔是特朗普总统任命的 他要想连任的话 必须要有投名状 那么这投名状就是 为拜登政府的财政政策保驾护航 我预计联储可以看到通货膨胀 但是在处理手法上面是 一慢二看三拖延 先是谈我见到通货膨胀 但这是过度性的通货膨胀 当这个捂不住的时候呢 他会说我们会考虑 逐渐减少买债的规模 我估计这件事情会在第四季度发生 再捂不住了 会说我们开始回收流动性 这个大概是在明年年中的时候发生 真正加息 我相信要等到二零二三年的下半年 才会成事 刚刚淘博乐观预期 V2人民币对美元未来十二个月可能见六 美国大放水之下 通过强失美元取得的金融霸权能否维系 一慢二看三拖延又怎么走 将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变数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周有哪些值得市场关注的事件和经济数据 美国五业新增飞龙就业职位 预计增加超过62万份 失业率要回落至5.9% 欧元区五月核心通胀率预计按年增0.8% 中国制造业PMI及美国ISM制造业指数 此外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赫皮书 OECD亦将发布经济展望报告 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大的主题 人民币汇率进入了上升轨道 控制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已经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人民币升值利好人民币资产价格 欧洲经济的复苏和通胀前景都不如一期 那么欧洲央行需要口头干预 来制止利率汇率的过快上涨 拜登的财政政策是大手笔 估计最终的规模需要缩水 这些对于经济有帮助 但是对于通货膨胀也是火上浇油 我估计联储的政策会一慢二看三拓延 谢谢淘宝 今天的淘宽天下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